我認為要和平保台的首先第一個要務 就是你必須要認同這塊土地 認同台灣 認同台灣的這個價值 你才會有這個心想要真誠的保護台灣 沒有主權的和平是假和平 所以我們希望是在有一個自主的情況之下 大家一起來和平保台 他關於罪手會有這樣的一個詞語 謝委員他背負著就是要維護家族政治利益的這個包袱 其實他也辛苦了 所以我覺得他提出來的這個是一個假議題 我們在這個我們在西州鄉 我們在彰化縣的第三選區 長期以來我們就是認同土地 我們就是愛護這個鄉土 我們就是愛這裡的鄉親喜多 所以我們更會想要保護這裡 保護這塊土地